朱合佳議員 龍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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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斷服務我沒有甚麼意見的 自私地說就不太影響我 我就已經判退休 所以活動時間就沒有那麼緊張 出行的時間沒有那麼緊張 不是說日常要上班 存職 我覺得在附近活動的人 或者需要去區域的地方的人 當然會受影響 但我覺得他要做維修 這個也無一口非 因為都是長遠的安全計 因為港鐵都不短日子 老化這些東西 這個是有必要的 但這個是否最好的方案 我的安排我就沒有什麼意見 我相信他們有想過很多不同的選項 我都相信他們很可能是 他們認為這個是最好的選項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強烈的意見 但原則都是希望可以影響到 一般市民越少就越好 如果有這個選項 問題在始終都是一個平衡的遊戲 因為你維修是有需要 如果不是這個時候做有什麼選項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選項 或者留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去評論 加價那裡我的大方向 始終都是一個集體運輸工具 也是集體運輸工具裡面最主要的一個 我認為它雖然是一個上市公司 要向這個股東交代 但因為它也有相當的股份 是屬於香港政府的 所以變成某程度上 它都是一個公共的設施來的 某程度上 所以我覺得大方向 都是要平衡公眾利益 大於股東的利益 因為兩者一定是矛盾的 矛盾的 你遭到公眾利益 你就遭不到股東的利益 你遭到股東利益 就遭不到公眾利益 但我覺得那個傾向 我是支持 應該是傾向公眾利益那邊大一點的 是啊 沒錯 這個就是那個原則的問題 到底你側到哪一邊呢 我就覺得應該 是要傾向公眾那邊 我也覺得應該有一個比較長遠一些 或者是多一些討論 就是要先談到這個大原則 如果這個大原則談不上的話 那就永遠這兩個矛盾 是不斷地去出現 我服務方面 我覺得它已經做得不錯 但是很多很細微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還有很大幅的改善 我隨便舉一個兩個例子 比如好像他們有時有些廣播 你拜託你找個英文好少少的人 來講英文 那我覺得你是不是沒有人才呢 或者是你那些管理層 不懂得差得那麼厲害呢 從很微細的東西裡面 看到他們的管理層 在客服那方面 有很大改善空間 又或者有些什麼延遇 還有什麼呢 經常都聽到這方面的投訴 我覺得他們的客服那方面 絕對有很有改善的空間 當然有些東西是沒有 什麼機器都會壞的 這個是明白的 不可以完全去避免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那個 cloud control 就是說所謂那個人流呢 很多時候我們入到站之後 才知道發生某件事 但是站那裏也都不足夠人手 去疏導那些人群 或者去解釋給人聽 在廣播那裏又不夠清楚 或者不夠詳盡 或者不夠密度 或者指示牌又不夠清楚 很多時候譬如你封了某條電梯 所有人集中了在另外一條電梯 又是站在那裏就不知道怎樣打點 各個你望我望你 我覺得它那個危機處理方面 是需要進步 有必然會有 所以我爲什麽這樣說呢 就是好像我們用我們的中國 來做個例子 他們這方面很大力的補貼 所以上面的人坐跌跌很便宜 就是很便宜很便宜 我覺得政府是有個責任 在這方面要多做 因爲每天都要坐車的人 就是說一般市民 所以這些民生上的東西特別交通 我覺得 加上政府在地鐵那裏有個股份 在這裏 作為一個所謂的 這個Stakeholder 我覺得它是應該要多些照顧市民的利益 不是正是利潤利潤利潤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當然對副房是一個負擔 但是我覺得作為senior citizen 來講 正如很多先進國家 甚至不只是先進國家 即使我們國內也是 我覺得是應該的 原則上 因爲長者其實這麽多年的貢獻 武功都有勞 即各方面的貢獻 不是一定是有錢人才貢獻 普通市民都貢獻很多 我覺得給他們這個福利 收了兩元 我覺得應該是最後發展到像外國那樣是零 即不應該給 我覺得是不應該給 我覺得是不應該 因爲第一 你多了很多行政上的問題 即是你多了很多行政的費用在那裏 所以我覺得是最好應該是 也都鼓勵老人家多些出行 雖然兩元不會影響很大 但是對一些低下層來講 兩元一天兩次是四元 四元它可能夠買半斤菜 夠它可能一餐的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是要什麽 要全盡貼 完全盡貼 是的 我贊成的 如果你說兩者 我覺得應該是要的 好像外國那樣 senior citizen是不用錢的 其實錢是 謹慎理財是大方向是對的 但是不應該在老人家身上 就是拿回這些 我覺得是時候要給老人家享受這些福利 現在我感覺到港鐵似乎是多了 派多了人手去監管這件事 我就覺得濫用情況應該改善了很多 但是你說還會有呢 我肯定會有 永遠趕不住的 但是你平衡那個行政費用 你派些人去監管那些都是錢來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可控範圍裏面 我感覺是這樣 但是也是一句 如果你沒有了 你嚴謹些 或者登記制度嚴謹些 你說開源節流應該在別方面 譬如很簡單 煙草稅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我絕對贊成是加蟲稅 煙草 階階 打雷 幻子 放一盒 幻子 不足 不足 放一盒